乌克兰的军队在东北部以及南部的反攻持续取得了进展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 从这个月以来已经解放东部和南部合共6000平方公里的领土 较前一天的说法增加了一倍 而在东北部的哈尔克夫州州长就表示了 在部分的前线地区乌军禁逼了与俄罗斯接壤的边界 而路透社报道 乌军已经推进到了靠近俄乌边境的村庄乌达 但是由于当地不满地雷 士兵已经折返 有俄罗斯扶植的官员就指出 乌军反攻之后 下一个目标是19母以东的前线城市利曼 但是他们有信心抗击乌军 乌克兰特种战部发放视频 显示他们伏击俄罗斯军车 部队在侦察巡逻时发现了这辆车 于是进行伏击 车内两名俄罗斯士兵被打死 并缴获了俄军武器 大批乌克兰军警则在刚收复的哈尔科夫州乌迪村 进行扫雷工作 期间发现大量俄军先前埋下的地雷 他们都小心翼翼地移走 乌方指在这里发现国际公约禁止的反坦克地雷和杀伤人员地雷 估计清理乌迪村的地雷便需要一个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本月初至今乌军已重夺东部及南部 共6000平方公里的控制权 武装部队仍在继续行动 又会拨款重建这些收复地区 不过 乌克兰官员指责俄军撤退哈尔科夫时 对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袭击 包括对哈尔科夫发电站 在12号 俄罗斯再次发动袭击 市长指哈尔科夫市断水断电 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清俄的顿涅茨克领袖普希林表示 乌克兰军队在收复19母之后 会继续向19母以东的前线城市利曼发起进攻 但普希林强调 他们的部队正在阻止这种情况 并且表现良好 有信心成功击退乌军 但他同时指出 19母东南部的城市 斯维亚托戈尔斯克会有点困难 因目前两军对当地都未有实质控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